第1003章 金矿 夏 给我块石头干嘛呢 胡荣不明所以的接过庄瑞递过来的石头 万不经心的看了一眼 他此时的心思都放在了庄瑞刚才所说的事情上面 哪有心情去看着破石头呀 胡哥 您好好看看 这石头也是种矿物的 庄瑞笑着提醒了胡荣一句 却不点名是什么矿 缅甸矿多了 也不是个个都有价值的 胡荣嘴里嘟囔了一句 却是将心思收了回来 将注意力放在了手中的石头上 他相信庄瑞不会无底方式 这块石头一定有其特殊的地方 庄哥 那是什么东西呀 黑不溜秋的 彭飞刚才就听庄瑞说有发现 这会儿趁着胡荣查看石头的机会 向庄瑞问道 反正是好东西 对了 彭飞 你这次回去要陪着张献 不过缅甸这边我要留个人手 李正 你待在这里如何 庄瑞已经可以认定这是一个金矿了 和翡翠矿不同 黄金是各国战略储备物资 代表着国家的终极财富 即使胡荣能再次开采 说不定也会有人打威主意的 更何况 这里已经地处野人山的范围了 平时人总罕见 如果没有精通丛林作战的人 在这里主持安全事宜的话 说不定全被人干掉 外面也不知道的 从今天的这场战斗来看 彭飞重进攻 李正则是主防御 将他留在这里 主持日后金矿的安全工作 庄瑞才能放下心来 让我待在这里 李正文言愣了一下 看向庄瑞说道 庄哥 这里有什么宝贝呀 值得守在这 说老实话 这穷山僻壤的 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没谁愿意待在这里 嘿嘿 当然有宝贝了 不管你也别担心 最多就是一年半载这样子 就能离开了 庄瑞给李正吃了个定心丸 根据他的目测 这个金矿的黄金含量非常高 但却是不大 并且大部分都露出了地表 很容易开采 相信有个一年半载的 就能将其给挖空掉 好吧 庄哥 咱们先说好 要不是个金矿 这活您可别找我 李正有些不情愿地答应了下来 庄瑞听到李正的话后 笑了起来 哎 你小子倒是猜得挺准的 真的是金矿 李正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这黄金未免也太便宜了吧 随便走个地儿都能遇到 哎 没等庄瑞解释 那边胡荣突然惊呼出声 将众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庄瑞 你 你从哪发现的这块矿石 胡荣一把抓住了庄瑞 也不再叫破石头了 脸上满是急切的神情 庄瑞轻轻推开胡荣 笑着说道 胡荣别急 先说说你看出点什么了 这还用看呢 真当我这地质学博士是白赌的 胡荣没好气地瞪了庄瑞一眼 指着矿石那黑悠悠的部位说道 我要是没看错的话 这里面一定蕴含金沙 不过要经过讨喜分解才行 现在看不出所含黄金的品质来 胡荣不仅是翡翠饰品设计大师 还是英国博明汉大学的地质学博士 对于各种矿石十分了解 在他的家族生意中 现在还有一个铜矿在开采着 不过 虽然缅甸的矿产丰富 金银铜矿分不及广 但是也架不住郎多肉少 现在外面已经勘探出来的矿厂 都已经被各方势力给瓜分了 而胡氏家族 早年一直都是开采翡翠矿的 在其他矿意上 资源相对贫乏一点 所以没能分上一杯羹 只捞到了一个铜矿 这还是死了不少人 震到十枪抢来的呢 虎哥好眼力呀 我也是瞅了半天 才发现是块金矿石大 庄瑞冲着胡荣翘起了大拇指 直到胡荣满脸不耐烦之后 才笑眯眯的说道 兄弟我就是红富起天哪 虎哥抬头看看 胡荣听到庄瑞的话后 抬起头来 顺着庄瑞的目光看去 顿时愣住了 脸上满是惊恶的神色 口中喃喃的说道 就 就是那个地方 庄瑞所看的地方 正是被李镇的一枪榴弹 炸开的岩壁 那地方被炸开了一米多深 四周散布了不少 从上面掉下来的石块 原本庄瑞还不知道 用什么办法让金矿显露于世 还权亏了这场战斗 要不然 庄瑞拿把锤子去敲击岩石 说是有金矿 那未免太过于惊世骇俗了 没错 虎哥 要不然怎么说 我运气好呢 庄瑞得意的笑了起来 胡蓉这会儿 也顾不得庄瑞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了 将手中的石头放在脚下 匆匆忙忙的 捡起另外一块石头 插开了起来 真是个矿城啊 庄瑞 你 你小子的运气 也推好了点吧 接连看完几块石头之后 胡蓉抬起头来 一脸古怪的看着庄瑞 这哪里是洪福齐天哪 简直就是财神爷下凡 送钱来了 虽然现在没有仪器 无法鉴定出石头里面 蕴含黄金的品质 但是 这个如此浅 几乎就算是露天金矿的地方 怎么着 都能让他们大赚一笔吧 尤其是这里处于野人山范围 中型机械根本无法进来 只能用炸药开采 这种地貌 是最符合开采条件的 嘿嘿 虎哥 咱们亲兄弟名算账 这金矿可是我发现的 你说个分配比例吧 庄瑞这会儿 表现得像个守财奴似的 话说刚才送出去七八亿美金 不心疼那是假的 现在当然要在金矿上 找不点回来了 臭小子 八字还没一片呢 你倒是先算起账来了 胡蓉笑骂了庄瑞一句 想了一会儿之后 说道 现在还不知道金矿的含量 虽然这座矿是露天矿 开采比较容易 但是运输很困难 需要大量的人手 更关键的是 这座金矿需要保密 不能被其他势力所知晓 难度有点大 哎 虎哥 那些我不管 你是怕赶的地头蛇 话说干完这一笔 你就可以将族人移居国内了 怕什么呀 庄瑞打断了胡蓉的话 他听出胡蓉的意思来了 还是想绕过缅甸政府 自己独立开采 不过这事情一旦传出去 恐怕胡蓉在缅甸 就要成为众势之地了 缅甸军政府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税收收入的 政府的运作 只能靠出卖各种资源矿 收取股份换来的资金 虽然明知道这样 大头会给别人赚去 但是军政府也没办法 谁让他们一没技术 二没资金呢 也正是因为这样 缅甸军政府 对于矿产资源控制的起研 想开矿可以 但是必须要分出一些利润来 如果不然的话 政府是要拼命的 这可是他们的命根子 胡哥 要不然这样吧 你先找人勘测出 这所金矿的黄金品质和含量 如果品质高蕴含丰富的话 我建议 翡翠矿可以暂缓出售 庄瑞边思考边说 翡翠矿本身地处偏僻 可以在那旁边 建个稍微简易点的提炼工厂 将黄金提炼之后运出去 这样也能避人耳目吗 黄金的提炼其实很简单 尤其是像这种金矿石 只要将破碎的矿石放入球磨机中 磨系成矿箱后 进入敷选 然后用碳酸钠做调整剂 使黄金上浮 同时用丁黄药与安黑药做补收剂 使金矿粉与矿渣分离 就能产出金金矿粉 这个过程并不复杂 而且也很方便操作 把金金矿粉里加入KNO3氧化剂 以及银河彭沙之后 再用高温冶炼 就能提取出高纯度的黄金来了 暂缓出售翡翠矿 胡荣文言有点犹豫 现在还不知道这个金矿的含量 而那翡翠矿可是实实在在能变成现金的 这要是拖下去 谁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呢 胡哥 这事不急 先找人勘测金矿吧 庄瑞白白手 现在说什么都是虚的 把这座金矿的含量搞清楚 才是最实在的 好 我不止一下 找人先守在这里 这金矿不太适合请人勘测 等回去拿来仪器工具 我自己来勘测 金矿在缅甸 比翡翠矿的影响面大多了 即使以胡荣现在的势力 如果这消息传出去的话 他都未必见得能保住这座金矿 所以胡荣这才决定自己勘测 只有这样他才放心 胡荣想了一下 接着说道 你跟我回帕赶吧 去库房里把你需要的北随原石选好 我过段时间让人送到国内去 行 狄阵你留下吧 将这外围布置成雷区 不过回头胡哥进来 可别给炸着了 庄瑞点了点头 出来快一个月了 他也想回国了 黄浮于那边 可是催促他好几次了 这海洋沉船展馆 就等着他开宴了 胡荣文言 马上召集了张国军 还有呼匡队的几个小队长 和李珍一起商议了起来 最后决定 留下三十个人把守在这里 其余的人 回去运送武器和物资帐篷 等必备的工具 安排好诸班事宜之后 胡荣回到庄瑞身边 笑着说道 怎么着 现在不提股份的事情了 胡荣这会儿心情大好 虽然要担着不少风险 但是平白得到一座金矿 足以让胡老板做梦都消醒了 零四章 翡翠库房 胡哥 你是地头蛇 就是金矿不分给我 我也没奈何呀 庄瑞故意做出一副苦瓜脸 他相信 以胡荣的处事老道 加上两人还沾起带骨 一定会将这件事情 做得是自己满意的 臭小子 一码归一码 这个矿前期的投资开采 包括后期的提炼出售 所有的资金设备 都由我来负责 至于利润嘛 你六我四 怎么样 胡荣思考了一会儿之后 该出了一个分配方案 这也是他所能做到的 最大的让步了 因为一来 这个黄金矿的储藏量还不清楚 二来 在这里开采金矿 需要大量的人手 并且提炼工厂的投资 也不是一笔小数目 如果金矿储藏量小的话 说不定胡荣还会赔钱呢 成 就按照比例 胡哥 你办事我放心 庄瑞当然很满意了 他仅仅是发现了这座金矿 什么钱都不用出 什么事都不用干 就能坐拥六成的分子 能不满足吗 庄瑞也曾经想过 自个儿是不是到处转悠转悠 看看地下 还有多少未被开采过的稀有矿 要知道 这年头 真正有钱的 都是玩资源的 别看现在的世界首富 大多是金融界的人 但是 他们的财富 基本上都体现在股市上 万一出现几个黑色星期五 资产立马就会缩水 而那些旷野资源大横 虽然没上什么财富榜 不过这些人的能量 远比那些排行榜的富翁们大多了 说的夸张一些 这些人的举动 甚至都能影响到 一些超级大国的决策 不过庄瑞的这个念头 也是一闪而逝 自己真要是那样做了 估计快活日子也到头了 恐怕就是想出国 都要冲冲部门审批了 先前袭击翡翠矿场的人 应该都是杜瓦的手下 现在杜瓦组织被铲除了 矿场的守卫力量 也能抽掉出来了 胡荣调了两百多个人 带上各种物资 给张国军等人送了过去 安排完这些事情之后 胡荣则是和庄瑞等人 一起返回帕赶 由于杜瓦已经被解决了 这次回去的时候 没有再乘坐庄甲车 而是坐上胡荣的越野车 几个小时的功夫 就赶到了华人城 到了华人城之后 胡荣让自己的二弟 带着庄瑞去翡翠库房 挑选原石 自己则是一流烟的跑得没影 他这是忙着准备 勘测黄金矿的仪器去吗 郡哥 这 这里的原石 可不止单单是 那个新矿场里的吧 庄瑞在胡军的带领下 接连经过几个岗哨 这才来到一个 外表看似很普通的房子前面 只是打开房门 里面的空间却是很大 足足有三四百平方米 满满当当的 摆放着各种形状的翡翠原石 新矿场的原石 和老坑种的区别很大 庄瑞刚刚进入库房 就感觉不对 因为从很多原石的表皮就能看出 这些都是老坑种的料子 庄兄弟 这个库房所有的翡翠原石 都是我们胡家三代积存下来的 里面有很多原石 都是已经被挖空了的 老坑种料子 大哥说了 只要你看中的 回头全给你送去 胡军三十五六岁的年纪 单看外表的话 胡军的面相很是憨厚 不过 却是胡家坐镇华人城的主要负责人 胡家在当地方方面面的事情 都是由他出面处理 在帕赶的名上 甚至要比胡荣还大 不过胡军今儿个心里也是很纳闷 他不知道 为何胡荣刚一回家 就让他带领庄瑞来挑选原石 并且还专门交代 要打开这一号库任由庄瑞选择 要知道 这里可是胡家数代积累下来的极品原石 随便拿出去一块都会被众人所争强 这也是胡家的底蕴和立足之本 就这座库房里的翡翠 也不全是胡家自个儿矿场里产的 其中有不少都是当年火币 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可以说是快快都有来历 如果庄瑞不讲究给挑光了 胡军可不知道怎么向家族里的老人们交代 只是胡荣作为一家之主 有这个权利 所以现在胡军的心里十分的纠结 胡军见到庄瑞走进一号库 再也忍不住了 开口说道 我说庄兄弟 其实那座新匪碎矿的原石 都是在二号库里的 哦 那军哥刚才说 庄瑞装起糊涂来了 刚才可是哥哥你说随便挑的 难不成马上就要开口 哦 没事 大哥吩咐了 庄兄弟 你随便挑 随便挑啊 对了 我还有点事 小五 你帮庄哥看着点 我去去就来 胡军干笑了一声 确实不好在庄瑞面前说什么 伸手招呼了一下那个看库房的胡家子弟 给庄瑞告了声罪之后 转身急匆匆的去找胡荣了 庄瑞笑笑也不以为意 他也看出了胡军的心情 并且就连胡荣让他进入这个库房里挑选毛料 庄瑞也知道 胡家 这是为了偿还那八亿美金的人情 拿出手机看了一下 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了 马上就到了吃饭的时间 庄瑞不禁笑了起来 看来胡荣也是留了一手 并没有给自己在这个库房里挑选毛料 留下太多的时间 庄大哥 你拿的这是手机吧 跟在庄瑞身后的小五 满脸羡慕地 看着庄瑞手里的电话 帕克这边也有手机 不过一般人是用不起的 很多人甚至都没有见过 就拿华人城来说 除了胡荣和一些部门的头脑配有之外 就算是家族的嫡系子弟 也是没有的 小五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 对这些新生事物尤其向往 特别是这手机 一般都是大人五才能拿的 看着自己手里砖头筷一样的对讲机 再看看庄瑞手中小巧的手机 羡慕之行 异于言表 是啊 缅甸这边没有吗 庄瑞随口答道 说完之后才想起来 在缅甸 似乎真的很少见到有人使用手机 小五摇了摇头 说道 没有 咱们这边只有大哥特别几个人有 庄大哥 这东西贵吗 缅甸躲山 要加设无线移动设备 投资很大 政府是没这个钱的 而有钱的设备 主要顾及成本回收的问题 所以 移动电话在缅甸并不普及 这一点 倒是和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有些相像 拿着移动电话的人走在马路上 都会让人羡慕地驻足观望的 贵倒是不贵 小五 这个给你玩吧 听着小五的话 庄瑞想起自己上大学那会儿 见到伟哥拿着手机似的模样了 一时有点感触 官机拿出自己的卡之后 将手机递给了小五 不不 庄大哥 我可不敢要 这东西老贵了 小五被庄瑞的举动给吓了一跳 虽然心里很渴望 但是 他不敢乱接庄瑞的东西 胡家的家规还是很严厉的 贵什么呀 给你就拿着 胡隆问起来 就说是我给的 庄瑞笑着 把手机塞到了小五的手中 这玩意儿现在在国内 就是卖菜捡破烂的 都忍受一步 真正能被称之为手机了 见到小五拿着手机 想还又舍不得的样子 庄瑞笑着说道 没事 或许过段时间 华人城所有的人 都能用得起手机了 真的吗 庄大哥 人人都能用得起 小五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华人城数万人 去掉老人小孩 还有上万人 这要都拿个手机 那得要花多少钱呢 对 人人都能用得起 过段时间你就知道了 行了 这个是开机的 里面还有游戏 你玩吧 晚点 我把充电器给你 庄瑞看着满库房的老坑冢料子 也没心思和小五胡扯了 交回他开关机之后 转身走入到库房里 靠 真是财大气粗呀 看着这满满当当一仓库的老坑冢料子 庄瑞有点进入宝山的感觉了 要知道 现在老坑冢的料子极其罕见 常人有一块都能将之作为传家宝藏在床底下 而在庄瑞眼前 这足足有上千块之多 老胡家眼力还是不错呀 这些料子都能算得上精品了 整个库房里有上千块原石 庄瑞也不耐反一个个去查看了 直接释放出灵气感应了起来 这些原石大多都是全堵料子 极少有开窗的 但是直大部分里面都蕴含翡翠 并且品级不错 一般都能达到冰种 甚至有两块玻璃中的料子 色绿稍微刺一点 差点就能和帝王绿相媲美了 这也让庄瑞大开眼界 翡翠世家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 庄瑞也没客气 拿着粉笔标出了一百多块 冰种和玻璃中的料子 这些原石再值钱 也不可能值八亿那么多 庄瑞挑选起来 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不过 庄瑞还是给胡家留下了点价底 要不然 胡蓉以后结起家里库存的原石 整出来的全都是豆青种料子 非把这哥哥气晕了不可 庄兄弟 你这还没开始调吧 小我去把大灯开开 让你庄哥好好的调节些料子 庄瑞在自己需要的原石上 做好标识之后 刚刚走回到库房门口 迎面就见到了一脸春风的胡君 温文文字幕提供